今天我們來學一首唐詩 是李桑穎的《落花》 高閣客進去 高閣上的遊客們已經取終人善而靜香離開 小園花亂飛 小園子裡的春花隨風凋零而漫天飛舞著 稱詩連驅沒 花片稱詩落下接連在彎彎曲曲的小鏡上 條地送邪灰 明言不覺的落花送走了夕陽的餘灰 長段未人少 此時我的肝腸純斷 卻不忍心把那些落花掃去 眼穿人欲歸 望眼欲穿盼來的春天卻又匆匆地離開 芳心向春靜 賞花的心意也隨著春天的離開而消失了 所得是沾一 春去花蟹讓我有不少感傷 結果是淚水安然落下沾絲衣賞 我們再來嚷讀一次李桑銀的落花 來自詩列uba 高格克進去 小圓花亂飛 稱詩連驅沒 調地送邪灰 長段未人少 遠穿人欲歸 岩川人欲歸 芳心向春靜 所得四瞻一 作者简介 李桑影自义山 浩玉霍生 凡南生 晚唐诗人 主集龙兮 狄道 诗作文学价值很高 他和杜牧合称 小李杜 与温婷君合称为温礼